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突出改革创新聚焦重点难点问题 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下功夫 为其他地区探索改革的路子 据了解 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目的是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 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要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要求 就推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空间规划编制 生态产品市场化改革 建立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健全环境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开展绿色发展绩效评价考核等重大改革任务 开展试验 重点解决社会关注度高 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资源环境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厦门始终把生态文明摆在重要位置 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一个个与绿色有关的荣誉称号 凸显了厦门的绿色发展理念 海绵城市试点 管廊城市试点 一项像在厦门先行先市的创新举措 为其他地区探索改革的路子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城市 如今在厦门的试点区域中 海绵效果已经逐步凸显 我是不仅仅对设施进行改造 还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真正推进全市的大海绵改造 眼前这个不大的集装箱里装着一套精细的智慧海绵城市 一体化管控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在线对水质 水位 水量 初期雨水 土壤下渗率 土壤金属监测等六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如何 是否适合采用雨水下渗技术 水质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进化等等 通过数据分析 不仅可以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量身定制的方案 还可以对建成后的海绵城市效果进行考核 但未来我们想对整个一体化平台的建设不单单停留在监测的层次上 我们还希望能够把PPP项目的管理 把在建项目和以建项目和未建项目的管理都纳入到整个平台中去 甚至包括财政资金的使用 从去年6月3到现在 一体化管控平台收集了2万多个数据 未来平台会把所有监测点的数据传输到手机APP上 推送给市民 让大家做海绵城市改造的打分人 这个我是创新推出的智慧管理平台 在今年的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年度绩效评价中 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厦门海绵城市建设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实际上海绵城市最难的并不在建设本身 而在现有体制下的拓荒式创新探索 作为我是最早启动的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海仓区 深有感触 它是跟体制打架的一个 光是一个材料定价 我们就反反复复地谈了大概有五次 反反复复谈了五次 你一个材料价格定不下来 你的预算价格就没办法定 工程招投标你就没办法走 为了让我是海绵建设有章可循 更科学系统 在多归合一的大框架下 我是编制完成了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等系列规划 并出台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范 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图级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标准等技术标准规范 并建立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让海绵城市建设自上而下得以贯彻 海绵城市是涉及到整个城市建设运营 管理的方方面面 是要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 你都要植入这个理念 也就是说我们在项目建设初期 从发改的立项开始规划设计 把关 以及在施工的验收阶段 你都要在每一个环节都要来掌控 海绵城市的理念 有没有贯彻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 高楼平地起 基础工作做好后 厦门的海绵城市建设更加平稳快捷 前至5月底 试点区开工面积7.84平方公里 开工项目59个 完工27个 首条海绵道路新井路不仅吸水性强 同时外观宛如彩带 甚至好看 首个海绵医院新阳医院彻底改善了雨天积水情况 同时能够储存净化使用雨水 真正实现了雨水资源化利用 阳塘保障性安居工程片区内 先后完成了雨水花园 生物滞留带 透水广场等设施的建设 还修建了两个海绵公园和一个中水处理站 通过一整套设计实现水体循环 今年我是海绵城市试点区将有更多项目开启 此外 卧市还将借助海绵城市建设契机 推进相关产业发展 现在已经培养了我们本土的规划跟设计的力量 一些团队已经退隐而出 积累到一定的经验 今后可以走出厦门 到外面去 到外地去服务 第二就是材料跟装备的生产跟加工 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基础 比如说透水铺砖 本土都已经有了 外面也有一些技术水平比我们更高的 我们还是要自己还要提升跟引进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是14届人大常委会 第36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道希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是污水收集处理情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 去年我是污水处理总量为2.75亿吨 约占全省污水处理量的21% 主要污染物COD的去除量约占全省的33% 其中是污水处理率为94.1% 超过创建国家生态市等指标要求 下一步 我是将加快领顺污水处理运营管理机制 完善污水系统规划 在污水处理厂和污水配套管网建设方面 将加快推进前浦污水厂三期 海仓污水厂改造等项目 继续推进本岛结屋工程建设 今年年底前将建成鼻子沟等4个结屋工程 明年春节前完成南山路等3个结屋工程 同时加快制定再生水鼓励政策 推进西炉再生水厂一期等项目建设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厦门经济特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报告认为条例实施近三年来 有效处置了台风 旱灾 寒潮等各类气象灾害 建议继续全面落实气象灾害防御责任制 提升气象精准化 经济化服务水平 同时加强气象执法队伍建设 切实将气象灾害防御执法落到实处 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举行分组审议 市政府关于2015年度 是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是此次审议的重点 记者了解到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相关整改情况 年底还将对部分问题的整改 进行满意度测评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道希参加了分组审议 在分组审议中 不少预会人员对审计工作报告 给予肯定 认为相对以往偏重于财政收支的审计 此次审计拓展了领域 加强了对财政预算管理 重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重点民生保障项目 重大政策执行情况等方面的审计 对审计报告中发现的 个别部门预算执行进度不理想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 相关部门和单位在编制预算时 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 让预算更加精细和科学 另外 这次的审计报告中还披露了 在就业补助 菜篮子工程建设等领域 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 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 以及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保障性住房管理 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世人大常委会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 尽快整改 于今年底向世人大常委会 做整改情况的报告 在年底报告的时候 人大常委会还要做一个满意度测评 对这些整改的情况 如果整改到位了 我们会别满意 如果整改不到位的话 我们会给予不满意 然后继续跟踪整个整改情况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昨天下午 厦门市职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 继两仙三优表彰大会举行 在全场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后 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 先进纪检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秀纪检干部获得了表彰 他们是市职机关2900多个基层党组织 37000多名共产党员 2000多名专监职党务工作者中脱颖而出的先进代表 市委常委秘书长 市职机关党工委书记张灿敏表示 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 把全面从严制党落实到每一个支部 每一名党员 进一步提高机关党建工作服务大局的水平和时效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看红色记忆系列报道 厦门破狱斗争就职位于斯明南路453号 1930年5月25号 中共福建省委经过周密策划 成功进行了震撼全国的破狱斗争 救出了关押其中的40多位革命统治 踏上一级一级的石阶 褐色砖墙的监狱楼 秀极斑斑的窗户栏杆 仿佛都在诉说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在春寒料窍的1930年23月间 一批又一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红军干部 被捕后关押在这里 当时中共福建省委经过深思熟虑 做出了破狱的决定 由罗明 王海平 谢景德 王德 陶柱等人 组成了破狱委员会 制定出破狱方案 5月25号 那是一个久雨出情的星期天 去往南普陀寺的游客成群结队 时间到了8点半 预定破狱的时刻就要到了 分成三批 然后第一批呢就是 它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 是原来里面的一个伙服 他就是以这个同事的身份进来的 然后第二批呢就是以探监的名义进来的 每批是两个人 总共是进来六个人 那其余的人呢有化妆成这个卖洋梅的小贩 在外面就是配合 当天上午快九点时 有人抱着饼干桶来探监 他们也是武装队的成员 探监队员走到牢房门前 要求看守打开铁门 可就在看守要打开铁门之际 副看守长出现了 他对探监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并命令搜身 前军一发之际 共产党人果断开枪击倒副看守长 此时埋伏在外的队员 也循着枪声冲了进来 他们一边对付敌人 一边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钱 剪断牢房的铁锁和同志们身上的脚料 四十多名被困同志 冲出牢狱 他们之前是有制定了几个路线 这个地方呢 我后面有一座山 它有的是坐船 到龙海那边以后再分散开来 还有往同安方向 十一名武装队员 在短短十几分钟内 救出了四十多名同志 并且我方无一伤亡 这场传奇的破狱行动 不但在当时成为震惊全国的新闻 更是福建党史上的光辉一夜 在厦门破狱斗争就职纪念馆 一本叫做《小城春秋》的小说 被摆放在了显眼的位置 而书中最精彩的情节 也就发生在了这里 这本小说仅仅是在作家出版社 发行就超过百万册 更是被译成多种文字 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小城春秋》 也是入选了中国电影九十年 十大好片之一 借着小说和电影 厦门的破狱壮举传遍了海内外 在建党九十五周年来临之际 市观工委在大中院校开展 坚持学习党史国史 践行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主题教育活动 从今天起下市新闻推出系列报道 关注这一主题教育活动的特色做法 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我是两所中学 看学校如何发挥课堂主阵地 让青少年主动学习 积极加入党组织 上周五是观工委 市教育局市委老干部局 厦门广电集团 厦门日报社在厦门一中 联合举办了送党章 党史和党的知识进校园活动 向我是部分学校学生 赠送党史等学习资料 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党章党史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做党的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厦门一中青年党校 成立于1996年 曾被厦门市委宣传部 评为先进基层党委党校 活动现场 观工委的老领导们 还亲自为学生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让青少年宠温红色记忆 永担青春使命 在厦门的不少中学 党史国史核心价值观 已经融入到了课堂教学中 这是双十中学 初二年的一堂物理课 课堂上 老师教授的是 卫星发射时的 轨道物理知识 但在课堂教学中 他还融入了 我国卫星发射历史 航天支付前学生的 爱国精神等内容 正是有了这样的 核心价值体系 与各学科教学的紧密结合 学校不断发挥 课堂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让青少年学生 感受到了 爱国爱党的浓烈氛围 我从这节课 也就体会到说 不仅是物理方面 就是在生活中各个方面 我们体现出爱国 每一丁点的爱国 其实不管力量多大 都是伟大的 此外 学校还组织骨干教师 离退休教师 编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融入学科教学指导纲要 这已经成为 双十中学的特色校本课程 我们就是觉得 要让学生知道 我们中国共产党 从它建立到现在的发展历程 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就是要引导他们 把中国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为自己的向往 自己的追求 自己的理想 本来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记者今天从事社保中心了解到 2016年社保年度截转工作 即将开始 请倩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从7月1号开始 市民手中的社保卡 将停止使用36个小时 同样从7月1号开始 我是有多项社保新政 也将正式开始实施 本次社保年度截转时间 为7月1号0点到7月2号 中午12点 在此期间 各社保机构暂停对外办理各项业务 参保人员在二级以上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 先由个人现金垫付 自7月4号起的正常工作日 凭收费发票 包括诊查费和社保卡 到原就诊医疗机构 冲证报销 一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除急诊外 原则上不为参保人员 提供医疗服务 冲证报销截止时间 为7月31号 年度截转期间 或是各定点零售药店 也将停止社保卡的 刷卡收药服务 参保个人在此期间 用现金购药的费用 由个人承担不予报销 而本次社保年度截转之后 我是也将对社保基金的使用 进行更严厉的监管 我们监管的话 主要更多的依赖智慧平台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对定点机构 整个服务环节费用的发生 费用的整个的过程 链条式全部进行监控 目的是干什么 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基金的安全 而从7月1号开始 卧市将有多项社保新政 开始实施 生育保险扩大了授业面 将男职工和男职工 未就业配偶也纳入生育保险范畴 同时还细化了生育津贴的 计发方式 生育保险费率也将下调 0.1个百分点 补充工商保险提高了 对用人单位的补助力度 工商职工生活护理费 也从上年度在港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 提高为百分之五十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吉美区教育局和厦门实验小学签订 2016年至2021年 合作办学续约协议 未来五年 厦门实验小学将继续指导帮助 厦门实验小学吉美分校 孙明区教育局也在昨天 和厦门外国语学校签约 未来三年 外国语学校将采用托管的形式 接管瑞景中学 前身为灌口小学的 厦门实验小学吉美分校 昨天下午迎来了挂牌十周年 通过高位嫁接名校 石小吉美分校已经发展到 拥有48个班级 2200名学生 成为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所小学 在托管灌口小学后 厦门实验小学做到 共享优质师资 共享学生实践活动平台 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石小还把分校的老师 也纳入总校的二级导师制 就是总校老师当一级导师 负责带几个年轻老师 后者就要当学生 也要当二级导师 负责带更年轻的教师 这种实实在在的师徒制 让石小吉美分校的师资水平 有了显著进步 这个学校它的教师队友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骨干教师 能够当这个一级导师了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预期就是 能不能在四年之后 在这个石小分校里培养出第一个 属于自己的或者正高或者特级教师 按照未来五年的合作办学续约协议 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 包括进行总校分校质量监控一体化等 此外外国语学校将采用托管的形式 接管瑞景中学 托管期为三年 托管后的瑞景中学将定名为 厦门外国语学校瑞景分校 下外瑞景分校也成为继双十私民分校后 私民区东部新增的又一所名校分校 那我们会派驻一个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 那么参与瑞景的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工作 主要会实现在教学教演和管理培训等等方面的同步 比如说就以这次7月5号的这个新生报道的话 那么两所学校呢都同样在外国语学校参与新生的入学考试 7年9月 下外瑞景分校一期将正式开学 为了做好相关筹备工作 相关单位正在抓紧进行 如客桌仪等的采购招标工作 下外瑞景分校预计招生规模是36个班 今年秋季招收初一年级6个班288人 将通过6月30号的小生初派位招生 初二和初三年级暂不开办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 泰国来下举行投资机遇介绍会 重点推荐边境经济特区 据了解 为了更好地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去年开始 泰国在边境设立了10个边境经济特区 进驻经济特区的企业可以享受所得税减免 投资行业放宽等优惠政策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您也可以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首席APP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